紐約臺灣會館新春聯歡會席開三十桌 與三百位鄉親和僑胞同樂 大家也恭賀老人中心會長林淑滿 順利連任會長 繼續為社區的臺灣鄉親來服務 超過三百多位貴賓 鄉親齊聚在紐約臺灣會館 參加新春聯歡會 大家祝福老人中心會長林淑滿 連任下一屆會長 駐紐約辦事處副所長陳楓玉 紐約州參議員石塔文斯基 州眾議員經兌習 韓市議員顧雅明等 多位官員也都到場祝賀 並且頒發褒獎狀給林淑滿 那我希望呢 我是自己期望自己 大家對我這麼有信心的話 那我就應該努力的再去做 然後讓這個 我們會館的笑聲歌聲 延續不斷 在我經濟情況可以的話 那我會多一點福利給他們 even我自己去花錢 給他們這樣我也無所謂啦 因為大家開心就好嘛 在上一屆任期中 民俗滿全新投入臺灣會館 老人中心業務 除了將中心打理的有條不問 也舉辦許多活動 讓會館裡總是充滿著 長輩們歡樂又有活力的笑聲 我覺得這個台灣會館 台灣會館老人中心啊 因為它提供了一個 就是在台灣還有華人的一個 休閒娛樂的地方 每次他們在參與任何活動 我就覺得他們臉上的笑容啊 舞出青春活力 非常好 因為我已經十幾年 二十年就參加了 每年現在每年都來 他們的活動搞得怎麼樣 搞得很好啊 常常有跑跑照啊 我們年紀大 你人就是走一走 對身體也好 林舒滿也代表中心 發紅包給在場 八十歲以上的祈老 同時為義工們頒獎 氣氛相當熱烈 大家一邊品嘗美食 一邊欣賞歌舞表演 陶醉在濃濃熱鬧 喜慶氣氛中 台灣觀念是楊麗 美國紐約採訪報導